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没有骗人 是郭台铭董事长 他怎么说的呢 来 我们独家放给大家听 直播上公开 郭台铭邀集 兰英明代内部参序谈话 仔细看台北市议员 徐巧新不只有录音 还有影像佐证 而且不只一段 不光是郭董自己 其他明代对话 也一并录进去 徐巧新当作深夜直播素材 只是实际询问与惠立委 几乎都不知道被录影 还在网路上放送 是很长 我不知道他录了多少 当事人因为还是 是郭董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他自己 他的感受会比较重要 既然是公开的情况 所以我在想说 他既然有录影 那我觉得应该也还好 徐巧新昨天公布 你期间的录影 有经过你同意吗 对对 我不知道他跟我 就早还没听到他的那种 参序过程被放上网 郭董显然不知情 但其实早在2018年 争取参选松信区议员的 徐巧新就曾把蓝营 划分责任里的内部会议 录音公布逐字 控诉遭王宏威打压 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那感觉上未来是不是任何人 跟其他人谈话的时候 或者聊天的时候 都必须要特别小心 是不是会被录音或者是录影 徐巧新在直播里面讲这些事情 当然是为了要营造自己的声量 那当然因为现在郭台铭 确实在BNT这些议题上面 是被有高度的讨论 徐巧新受邀参序 但在没经过当事人同意下 就公开谈话内容 尽管成功创造讨论热度 但恐怕也让与会人有些尴尬